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过 我看这个宋先历次来的这个访问 他心里头有很多的愿 然后呢对于马英九在处理国事上面的问题呢 他很多不满 那昨天呢也把这个新党的主席郁牧名呢给拉下来啊 就是说马英九当选了总统之后 他有找过如果真的有泛澜的话 他有找过这个郁主席 有找过我们来对于国家大事 有谈什么各种提供意见吗 结果这个郁主席 后来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显然看法跟感受跟他有差别很大 光景你觉得宋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怨 那他这个怨呢 是不是就在真的是 如果说马英九在过去这三年多来 适适的请教他 并且照他的意思来做 宋仙今天就能够比较心平气和的 看待整个政局发展吗 其实我觉得说愿好像是私愿的感觉 那我认为他去年那个起点 是真的是对国事不满 他认为这是有能无能的 之间的这个差别 那他自己又是一个行政效能很强的人 过去又有省府经验行政经验 这个都是肯定 那从民调可以看到 他们三个人比较他是39点多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他是从这边开始 当然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些 私人对马英九的这个看法 其实是有的 那这个是不能排除的 那他刚开始诉求是 还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他某些论证 其实蛮打动人心的 因为他也蛮会讲的 其实昨天那个提问 一个人只有一个机会 每个人都急得像什么一样 我们燃点是蛮高的啦 就是只有一个机会 其实我是蛮挫折的 我说我想说自己怎么这么愚蠢 没有解读出百万那个部分 我怎么会丢一个17%这个东西 后来我私底下 后来要进下一场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突然想要说他丢一个百万 那我就想说这个东西要弄清楚 我就double check 就打电话给吴坤裕 结果吴坤裕 他说光丁姐很困难 很困难 打他表演说很困难 那我就心底有个谱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绝对是有备而来 像蓝轩很了解宋楚瑜的 宋楚瑜不可能说 我到他梳化妆间 我才临时起意 没有他这一阵子 很多测试都有跟他联系 他绝对是有备而来 他不管是算人算钱什么的 他怎么一个下一步 那第三个他绝对是时事推着走 因为就像香榕讲的 他9月16到20号 那个连署的那个时间点 他一定要有下一步 那最后就是说 我觉得有一个更好的比喻 就是比那个刘大哥的 还要稍微文雅一点 就是说我们一般人讲说 我们四几岁我想生一个孩子 大家都知道我在做事管 我真的意愿很强 我一直希望有个宝贝 没有我会非常遗憾的 那宋仙他现在的情况是 因为他还没有满三个月 他的确有了 但是他不晓得这个能成不成 搞不好留长了 对 他现在不能这样 就是你不要说 你看宋仙那个真的是 这个例子有比较好吗 我觉得你们的 大概你的例子比较好 你的例子比较好 今天反正我不选 你们不要公平我啦 好 因为打打老师 OK了 就是说他不敢讲 有没有时候是看电视 看那些艺人你知道吗 哎呦 明明到底是有了还是没有 你到底明明就是好像听说你有了 结果你又说你没有 大家都有个默契说 三个月不讲嘛 没有满三个月没稳的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大家除了才宋之外 我们还考虑说菜嘛 昨天宋仙人有一个伏笔 大家又没有解读出来了 政论节目空间很大 就是说他叫政 他昨天包袱是真的丢掉了 才会有那些很强烈的话语产生 为什么会叫我下 为什么不是他下 我就心里想说你 你现在才17%嘛 人家40%左右嘛 为什么是人家下 然后他还实力的问题 那结果他讲说 那你要跟我 他一转 我以为他下面就要接 那你那你为什么不是我 要叫我下不是你下 我本来以为他直接是这样讲 没有 为什么是叫我下 为什么不不不不 你马英九出来跟我辩论 浮笔在哪里 他没有提到民调 民调是你跟我做PK嘛 第一阶段 我们如果白纸黑字 我第一站就打输的话 差很远 那我就下 这个是比联署还要更 更快速的嘛 结果他没有 他说你来找我辩论 可是真的 如果马英九今天大家在猜测他 他敢不然反若为强 反手攻击 我今天我民调四成左右嘛 我可不可以 不管用民调的形式 或者说我真的反手为攻的话 那时候宋楚瑜如何自处 我敢不然在这个时机点 跟他PK 我觉得这另外一个话题了 不 我要睡马英语的话 我才不跟你PK了 当然 我觉得这是里面 最最没有道理的一段 就是刚刚乃琴在讲说 事实上昨天 其实我觉得我刚刚 我要先讲 就是我们其实不是解读说 他要胜选才能参选 是他自己讲的 那只是说 因为他讲的太长太长太长 我觉得大家没有 为什么都这样 对 没有耐心嘛 看完 而且他会同一个话题 会分散成 比如前十分钟讲 跳到另外一个话题 然后在后十分钟再讲 所以你得要很有耐心看完 那中间穿插什么呢 就是穿插刚刚乃琴讲的 他会讲到很多 有关于失证的部分 然后他会讲到说 譬如说 平东的那条水沟 其实呢 因为他的关系 所以本来1%的人喝得到自来水 后来他去做了 就96% 还是97%的人喝得到自来水 他重复一直讲那样的故事 然后他就讲到说 后来又跳到不知道多久 又回过来讲这个故事说 你看 那为什么 我过去在这个四年的省长任内 我就可以把它做完 马英语做了快四年了 为什么连多一条水沟都没有 像宋仙这种讲话方式 不是老人家才会这样讲话 就啰啰嗦嗦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宋楚瑜 他至少他现在是宣布他去参与 他最 我觉得他最杀伤力最强 就是他不但是去过去的英勇 就凡是提过去当年勇的时候 就代表你也老了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未来信一点点 那除了这个当年勇 他常常提之外 在昨天其实最常谈到 就是他跟马英九之间的一些 就觉得说 我其实比你强 你怎么做这么的糟呢 就跟他讲到有关于说 你为什么不来跟我辩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最荒谬 就是我觉得他的逻辑 常常翻来覆去的 你不是说没有泛澜吗 那如果没有泛澜的话 有什么样一个机制可以形成说 马英九来跟你辩论 然后两个人之间产生一个候选人 没这个道理嘛 因为所谓的初选 就每一个政党内部有一个初选 初选完了以后去登记 登记以后就是全国的老百姓 来做决定 这个叫机制 党内机制跟国家机制 那你党内机制跟国家机制 又多了一个你要跟马英九两个人 因为辩论而来产生 那这个是什么机制 如果你真的愿意去承认 就叫泛澜机制嘛 不是吗 OK 那新党有些时候愿意跟国民党 有个泛澜机制 在上一次立委选举的时候 亲民党新党国民党有泛澜机制 所以好第一个 那你就得要承认说 如果你要马英九出来跟你辩论的话 那你就承认有泛澜吗 那过去干嘛去吵这个 有没有泛澜就很无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无意义 我去讨论泛澜啊 徐军啦这些都是无意义 第二个好 那事实上不管有没有泛澜 就算有泛澜机制 时间错过了嘛 除了泛澜机制 已经在国民党还没有进行初选之前 你就来进行泛澜机制 你那时候宋楚瑜 你真的是一心为国 你这时候马英九做的时候 实在不够好 他都不理你 好你就说 你要先跟马英九说 我打算出来选 那如果说你觉得有杀伤力 有怎么样的话 我们一起来做个泛澜机制 先去推出来 不是应该这个样子吗 人家都已经初选完了 突然间说 我们来做个辩论 然后也不是说 所有的总统参选人 包括蔡英文在内 是说我们两个人辩论 然后最后再产生一个 这什么道理 因为宋楚瑜丢出这个招 我觉得蓝军 可能里面有一些人就急了 所以呢 就进到宋楚瑜那个局里面 就说 好好可以可以 马英九跟宋楚瑜来辩论 然后我们来做民调 谁赢了谁掉了参选 这个理由在哪里呢 我是马英九 我为什么跟你辩论呢 我们进廣告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讨论 到底要不要辩论